你可以撑下去 这个要融入你的心里面 老实念佛 养成习惯 观音菩萨的爱是什么 太慈悲 就像我们读地藏经 太慈悲了 地藏王菩萨的这个愿太伟大 就感动对方 然后对方被地藏王菩萨的心感动 就会被地藏王菩萨的名号救度 所以南无诚大悲 诸元不动 不动如来 这个无诚大悲的力量太大 魔都可以降服 所以诸佛名号经说 阿处如来也叫欢喜 阿处佛 他的名号一出现的时候 所有魔都怕他 为什么 没有人可以做到 无诚还大悲 你砍我杀我 我只有一个圆满的悲心去接受你 要把圆满的快乐给你 所以对方就可以超度 所以我在这边 第一个我们要体悟诸佛菩萨的心 第二个我们要感受到众生的无量苦 就像妈妈的苦 老实说了 我自己形容我自己比较贴切的 就是比如说我儿子 我很爱我儿子 爱到心如刀割 然后一出生我都没办法睡觉 我就天天看他 我可以晚上下班回来 因为我太太早就在睡了 然后我都很晚回来 我就看小孩子看到天亮 所以因为我实在是太爱他了 但是我要出家的时候 他支持我出家 所以他受了很多苦 但是我每次想到这个 我也是很苦 但是我这样 所以我就很爱其他的小孩子 我师父教我的 海涛你去那些 我们那时候在恒春 很多原住民的小孩子 爸爸妈妈不见了 就老阿嬷带着 甚至很穷 所以我就经常去看他们 但是我看他们 我有一点转移 实际上我是去看儿子 看儿子 因为我心里很伤心 所以我要去看他 结果我都发觉 我可以对我儿子的爱 去对每一个小孩 这样我反而很平静 但是心里那个痛还在 但是我可能会维持这个痛 因为没有这个痛 你就不会有悲心 所以我希望各位 你要去思维众生的苦 然后感受到那个菩萨的痛 菩萨的痛可以触动你的心 佛菩萨的爱 也可以触动你的心 然后你要把这两份的爱 放在你心里面 那个时候叫圆满的菩提心 你要改变你自己 千万不要抱怨 如果你抱怨 你抱怨你先生 你抱怨你太太 你抱怨你睡在你房间的人 那是非常伤害你的菩萨界的戒体 你可能那个菩提心就不强 如果你今天回去跟你老婆说 老婆 什么事 海涛法师 叫我给你说 我爱你 因为这个不是你讲话的 这是你里面的态度 你的心态 你的心态有没有如此 因为我也发觉 当然现代人最大的苦 是他没有一份好的爱 甚至他内心里面还在希求一份爱 追求 就像有时候 我有时候不太敢看信徒 因为我看他的时候 他好像很爱我的样子 我怎么才能够出力 所以我都叫男生男生男生坐我前面 坐我前面 如果男生看到我会爱 我就成功了 除非同心你爱我 我也愿意 至少你是男人 所以 但是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这个饥渴 但是各位 千万不要放在心里饥渴 你会把自己弄死了 你会让自己脸色苍白 凹凸凸 好像一个相思病的女人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去爱众生 你却出家了 你严谨的在研究佛法 严谨的在研究佛法以后 你是拿了佛法的戒律 尺度去讲对对错错 好可怕 很可怕的 讲出来的话有时候很毒的 因为你没有爱 所以我想 各位不要去追求自私的 因为你要把爱扩大 所以去爱花草树木 就像那棵树 是你最爱的妈妈小时候种的 你看到那棵树就会想要摸它 像不像 要如此 你初恋的时候 你的男朋友送给你一个纪念物 你到现在结婚那么久 还藏在那边 不舍丢开它 这是你的秘密 但是各位 这个是会苦的 苦到几点 但是你要把这个爱放出来 这个放出来叫空性 你还有我 这个爱就被覆盖住了 所以佛陀要我们展现大爱 大悲心 你就没有饥渴的爱 你会每天快乐的活着 哪怕要死亡了 只有两条路可以去 一条是极乐世界 要么就直接下地狱 但是你要有资格 不然你就先去极乐世界 因为你要去爱 因为那边很苦 所以我想 受菩萨界 就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圆满的手电筒 成为一个佛 但是成为一个佛的目标 这个光就是要去拥抱 可怜的 黑暗的 幽民众生 六道轮回众生 所以你现在要先学它 佛的爱百分之一百 一点都没有少 但是问题是 我们没办法感受到佛的爱 是因为我们没有百分之一百的去爱众生 这样了解吗 所以晚上你真的碰到鬼了 那你就抱着睡 他就超度 不要排斥他 不要对立 好不好 你要得到空性 空 你没有空 你有执着对立 那你就没有大悲心 你只喜欢佛 却不喜欢魔 那不行 你只喜欢人 不喜欢鬼 这个叫凡所有相对立 那不行 所以最好你隔壁睡一个 你讨厌十辈子的人 那你今天快开悟了 因为你负责爱他 要睡觉前顶礼三拜 趁他还没有起床 再拜三拜 消业障 然后开始跟他讲好话 好不好 你不能来跟他说 师父 你帮我换个位置 好不好 我说你 你不受菩萨戒了 凡事都是因缘 最好的安排 相不相信 就是如此 结果你给他拜三拜 晚上他怎么不忽 奇怪 因为他为你而忽的 你给他拜完 他就乖乖了 所以 因为你只要爱他 他就会爱你 你只要排斥他 他就伤害你 所以佛教里面 唯一法门 不恶法门 空性的大悲 那希望我们这七天 一起来磨练好不好 所以希望大家互相鼓励 好不好 我虽然这样讲 我还没有做到 但是我只是觉得 我们互相见面了 就互相鼓励 所以我这样讲 各位上完课没有 了解了没有 开始实践吧 简单的说 各位老菩萨 有些已经比较大了 我希望各位 你来这边以后 八十一岁进来 十八岁出去 我就成功了 好不好 回去你变成一朵美丽的花 那不怕老啊 我有时候想到 我过去的太太 我就会跪下来 跟她 跟她忏悔 因为我害她 害到现在还在很惨 因为她也没办法 嫁给别人 但是她永远觉得 她好像 好像被抛弃 然后又不能讲抛弃 人家去出家 然后 我会觉得我很亏欠 所以 我认为我不想要 不想要内心去 怪任何人 任何一件事情 你要先告诉自己 凡是一些不好的事情 都是我们的错 然后保持这个愧疚感 所以晚上我们 办一个忏悔法会 跟情人忏悔 好不好 跟老公忏悔 离婚的拜多一点 因为你要跟人家忏悔 所以你要忏悔 你就是原谅自己了 你不忏悔 你觉得对方错 你永远伤害自己 你没办法受菩萨戒 没办法受 因为对方错 你认为有人对不起你 那不行 那不行 请问有没有人对不起我们 你要相信 一切都是我们的 我只是伤害我们 没有人伤害我们 如果你觉得别人伤害你 你这个人已经心里 有一点问题 没关系 我们有精神医院 闭关吧 给你调整调整 你要觉得你亏欠众生 就像我亏欠我妈妈 我亏欠我太太 我亏欠我儿子 可能我也亏欠各位 因为我过去发怨的 那我亏欠各位 所以我要尽力 所以我想 我尽力最好的方法 不是我准备什么内容 而是我准备一颗很好的心 要来接受各位 希望来爱各位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真实 懂得因为我爱你 你才会去爱众生 因为不能讲我爱你 因为佛陀爱你 所以你才会爱众生 但是可以透过我 把佛陀的爱 因为我的爱还里面 我不敢 等下还打你一下 所以因为我的心 还没有很圆满 但是我们大家一起修行 好不好 大家一起帮忙 一起帮忙 所以各位看到我 又不太好看的时候 请你告诉我 喂喂喂 海涛 喂 提起精神 不要抱怨 所以我想 大家互相帮忙 好不好 但是所有的不方便 请原谅 好不好 下回我一定带给你最方便的 极乐世界 还是你要去妙习净土 OK 因为呢 我现在有个方法 你也顺便学好了 极乐世界在我心 所以你只要进入我的心 你就进来了 包括鬼 我以前会 我帮你操度 那么 你赶快走 你不要对我 我跟你说 现在变了 人家给我说 什么鬼王 什么魔王 打开 进来我里面坐 我好好的抱着你 我必须赶 他们给我说 几百个 来来来 心量无大 无量无边 所以回到我家来 慈悲是我家 你要承担佛陀的爱 你要愿意承担 这个叫什么 来 受菩萨戒 受菩萨戒 就是承担佛陀的爱 你要愿意 好不好 所以 别人跟你讲说 你老公有小三 没关系 我两个一起爱 又生一个儿子 那更爱 你要从心里面 心里面 去调整自己 所以如果你现在 你可以回去跟你老公 说老公 哪一天你真的不要我了 你跟别的女人走了 你还记着 我还是继续爱你们两个 最好两个一起回家住 多好 我们都十二个人住 因为你的心量无边 这个叫空性 如果你有觉得一个我被欺负 那所以对方在提醒 你有没有空性 对方在打击你的我职 敌人是你修空性 修忍辱的如意宝 千万不要认为你有个敌人 你才是你自己的敌人 所以我认为 我想希望大家 不要等死了再超度 你现在把自己给超度了 然后我以后我们跟各位保证 如果你能够在死前 把自己的超度了 纳古塔我也帮你准备好 免费 为什么 本来就免费了 但是你来这边放着 我们里面就超度了 知道吗 因为一个快乐的心 把他的骨灰放在那边 然后呢 那里面的众生都会被你超度 那就会有个快乐的骨灰 这个是最重要的 好 我们要用武哉了 然后用武哉 他们说吃自助餐 好不好吃 我也不知道 但是有空性的 不好吃都会变好吃 然后大家就准备要用武哉 是吧 念念二十灵哉 好 阿弥陀佛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哈喽 我是廖威廉 户外空气流通 可以避免病毒 飞沫的传染 再注意一些小的细节 就可以安心尽情享受运动流汗的畅快 第一 出门运动时 随身要携带干净的毛巾 流汗时 避免双手碰触 眼 口 鼻 兼顾环保 又防疫 第二 运动过后 不管是否触摸到 环境中的脏污 都要尽快用肥皂清洗双手 保持双手清洁 是很重要的 我洗完在运动之后 与朋友分享运动的心得 我们在户外聊天时 别忘了保持适当的距离哦 空旷且通风良好的地方 都非常适合运动 只要你有正确的防疫知识 适当的运动 可以增强你的抵抗力 一边运动 一边享受流汗畅快的好心情 好友雕雄 在高寒林木中 生活着一种非常奇特的稀有动物 雕雄 雕雄也叫狼欢 它长约一米多 头部很像狼 但强壮的身躯又绝非狼可比 它性情温和 而且极其聪明 但是亲眼目睹过它的人 那是少之又少 黄大叔 听说你曾经见过雕雄 这是真的吗 是啊 那真是一种神奇的动物 它身材像熊 但又长了一条紫雕一样的大尾巴 大叔啊 猎人中间流传了很多关于雕雄的神奇传说 但是却很少有人见过它们 我们在动物园里也没见过这种动物 很多人说 雕雄只存在于传说中 当然了 雕雄非常聪明 而且很通人性 如果没有取得它的信任 一般的人可是很难接近到它呢 关于雕雄的介绍 我也听说了不少 大叔 不过我听到最多的还是你和雕雄的故事 大家都说你曾经见过雕雄 而且还和它成为了朋友 这是真的吗 哈哈哈哈 没错 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那一年的冬天 大雪下了三天三夜才停 好大的一场雪呀 这场雪竟然下了那么久 也不知道森林里的那些动物 怎么熬过这些天的 是啊 森林里的那些动物 可不会像我们一样 会提前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啊 对了 屋子里的食物都吃完了 我们去后面取点食物吧 老李和老黄一边说着 一边朝屋后面走去 在屋后的栅栏上挂着一块块冰冻的食物 老黄一眼看到其中悬挂食物的地方少了一块 哎呀 挂在这里的食物跑到哪里去了 这是什么动物的脚印 看起来像是熊 但和熊的脚印又有一些区别 哎呀 这不会是传说中雕熊的脚印吧 看来这只雕熊真是饿坏了 不然也不会跑到这里来偷吃食物 我们得赶快把这里的食物给收起来了 要不然那家伙如果吃上瘾了 便会隔三差五的来偷吃的 吃就吃吧 他也是没有办法 下这么大的雪 他找不到东西会饿死的 随便你 不过我们储备的食物也不多了 趁着雪停了 我得去镇上采购一些食物啊 老黄 你自己留在这里可要小心一点哦 放心好了 我不会有事的 这些食物足够我吃上一段时间了 倒是你路上要小心的 好的 我会小心的 那我现在就出发去镇上买食物了 从那天起 我们放置在屋外的食物 隔三差五便会丢掉一些 我知道 这一定是雕熊吃的 我期待着能够亲眼看到 这种传说中神奇的动物 哎呀 难道他又来了 老黄兴奋地冲出了屋子 直奔挂食物的栅栏那里而去 他一眼看到了站起来 正准备拿食物的雕熊 天哪 是雕熊 竟然真的有雕熊 喂 你不要跑 我不会伤害你的 他连食物都没来得及取走 哎 都怪我太冒失 把他给吓跑了 他是因为找不到食物 才迫不得已来这里偷东西吃的 如果因为被我发现 而不敢再来的话 他又能去哪里找食物呢 果然接下来的几天 那只雕熊 再也没有来这里偷食物 这让我非常的内疚 也非常担心 于是 便带着一些食物走进森林 雕熊啊 来吃吧 以后如果找不到食物的话 就来这里 我会给你带食物来的 老黄看了看地上的食物 然后又四下看了看 转身离开 老黄走开没多久 雕熊便出现了 他大口大口地吃起了 老黄留下的食物 不远处 老黄躲在一棵树后面 他看到雕熊在吃食物 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吃吧 赶快吃吧 以后 我还会再来这里 给你送食物的 突然 那头雕熊 朝老黄躲藏的那棵大树看去 然后朝那里点头致意 怎么回事 难道他知道我在这里 莫非他看到我了 说着老黄从树后面走了出来 雕熊看着他并没有逃走 依旧朝着他点着头 真没想到 他竟然真的知道我在这里 雕熊 如果你以后饿了的话 就去我住的小屋呢 那里的食物你随便拿 不用客气的 从那以后 这只雕熊 真的会跑到我住的这儿 找食物吃 即便我俩碰面后 他也不会走掉 而且我跟他说话 他也会回应 像是在和我对话似的 这么说 雕熊还真的很通人性呢 何止是通人性 他还知道报恩呢 啊 他还知道报恩 冬天终于过去了 这些衣服该收拾起来了 是啊 冬天过去了 那头雕熊 应该也不会再来了 哦 屋外什么声音 怎么了 外面有什么声音 是雕熊 这是他的声音 天气已经慢慢转暖了 雕熊已经能够在森林里 找到充足的食物了 他怎么会还跑来呢 这就是雕熊的脚步声 我绝对没有听错 老黄飞快地跑出了屋子 屋外 那头雕熊正朝森林深处走去 这时候 老李也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他看到走进森林的雕熊后 非常吃惊 天哪 真的是雕熊啊 他跑来做什么 你看 这些野蘑菇 这都是他带来的 这都是那头雕熊送来的 真是不可思议啊 他竟然知道报恩 这个家伙还挺有良心的 自从我认识了那头雕熊后 便可以赤手空拳地在山林里走 从来都不担心会有野兽来攻击我 因为我知道 只要我一进入山林 它便能觉察到我 并保护着我 大叔 你真的认为雕熊会保护你 那当然了 我知道 只要我进入山林 它就会悄悄地跟着我 这个家伙 既聪明 又通人性 你对它好 它就对你好 大叔 我们俩 从来没有见过雕熊长什么样 你能带我们 亲眼目睹一下雕熊吗 是啊 大叔 你就带我们看一眼雕熊吧 好吧 正好这几天下了一场大雪 我想那个家伙 又很难找到食物了 今天我就带着你们一起 去给它送食物 太棒了 终于能够亲眼看到雕熊了 是啊 过去只是从别人嘴里 听说关于雕熊的故事 今天 我们也终于可以近距离 接触到它了 我只是说 带你们去给它送食物 可 并没有保证 你们一定能见到它 要知道雕熊可是很激进的 它看到陌生人的话 有可能不会露面 没关系 我们也愿意碰碰运气的 我们和黄大叔在一起 它应该会出现吧 希望这次 能够拍到雕熊的照片 就这样 老黄带着这两位年轻人 走进了山林 来到了每次给雕熊 投放食物的地点 就是这里 平时我就是在这里 给它投放食物的 雕熊 雕熊啊 来吃东西啦 雕熊 雕熊它来了 是雕熊 天啊 我终于亲眼看到它了 雕熊看到了 老黄身边的那两个年轻人 愣了一下 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去吃地上的食物 大叔 它看起来很警觉啊 是啊 要是按照以前 它早就跑过来 大吃起来了 今天它看到了你们 的确是有些警觉 雕熊 没事的 过来吃吧 它真是 太漂亮了 接着 小灰对着雕熊 不停地按着快门 雕熊看到此情形后 大惊 迅速地转身 消失在了树林中 哎呀 它怎么跑掉了 你还说呢 还不是你 拿出了相机 将它给吓跑了 我这不是 想要给它照几张相片吗 谁知道它那么警觉 算了 我们回去吧 雕熊受到惊吓跑掉后 是不会立刻再回来的 真是太可惜了 大叔 要不我们再等一等 说不定它真的饿坏了 会很快回来吃这些食物的 只要 我们还留在这里 即便它回来了 也是不会出现的 可就在这个时候 那头雕熊 突然张着大嘴 从树林里 飞快地窜了出来 并朝他们三人 猛扑了过来 哎呀 雕熊 它这是要干什么 它不会是要攻击我们吧 雕熊 这是相机 它不会伤害你的 突然 那头雕熊 大吼一声 飞快地 从他们三人身旁越过 三人吃惊地 转身看去 只见 在距离他们三人身后 不到三十米处 一头瘦骨灵巡的豹子 原本正要攻击他们 然而豹子的计划 却被雕熊发现了 雕熊 快速地朝豹子 冲了过去 片刻间 它俩便撕打在了一起 它这是怎么发现 这头豹子的 是啊 如果雕熊 没有扑过来的话 那这头豹子 很可能会袭击我们 而我们却丝毫没有察觉 这真是太可怕了 雕熊 虽然对你们这两位陌生人 非常警惕 但它却并没有跑走离去 而是在树林里 暗暗注视着我们 当发现我们遇到危险时 它奋不顾身地 跑了出来帮助我们 它 果然是我最好的朋友 雕熊的力气很大 没几回合 便将那头豹子给赶走了 不过 它的肩膀 也被豹子的利爪抓伤 隐隐地渗出鲜血来 雕熊 好样的 雕熊 看着老黄 独自朝自己跑来 便没有躲闪 老黄跑过去后 一把紧紧地抱住了雕熊 雕熊竟然发出一阵阵轻腻的哼叫声 我的朋友 痛吗 雕熊看了看老黄 然后听懂似的摇了摇头 老黄笑了笑 然后拿出一些药物 轻轻地给雕熊敷药 而雕熊则安安静静地享受着这一切 小灰看到这一幕后 急忙拿出相机按下快门 雕熊和老黄在一起的画面被定格 雕熊 谢谢你救了我们的命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